当时说到静灵挖掘过程一拨三拙 最后还是有几几点的找到了一种大门 那么静灵的地空当中 会不会有传说当中的重重机关呢 这个会不会发现是这么多有价值的宝贝呢 我们在这门打开以后呢 那个就听到反正有一种气臭 有若忽敏的必胜有若温的必胜 因为有的必胜 里面有的会气有一股味道 最后呢这也真是 为了这个探秘呢 也没想到说虎温亮亮的眼睛 然后就像庞宏贤所说的余光说 朝古人员有史以来 第一次进入了古代皇帝的墓室 地宫全貌第一次完整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那么他里头都有些什么呢 他一进去的时候呢 很灰暗看不见什么 就直接就打电脑了 然后实际上往底下照了一眼 照了一看呢他就是木板铺地 木板铺地呢 八字算秘书 雅城八字秘书 是基于征程八字推荐的一门占卜书 让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秘书 二十余年的道党 擅长八字算秘书 居家风泉物级 林福满 道党攻击 二零八八二十余八八 这个呢 但是木头的全都秀了 挺秀的 我踏着一方木板呢 然后我们面对一场 面对六个望一走 再望一走 还有一道石门呢 我们穿过这个石门就进入了这个中间 中间呢 它这个靠右侧有一个配件 静静地宫的设计非常完美 有中间正间和两侧的设计 仿造地面建筑一定俊全 造计它们进入供电之后呢 沿着右侧进行走 右侧 配件呢 一看呢 是空荡荡的 全有这个做法 这供电呢 我们一看呢 在中间呢 这个有呢 这个叫做石座 就是说叫石雕神座 这个座呢 是这个万里方的座 这前面呢 有一个五供桌 有个石座 上有五供 有五供桌 还有这个像呢 在这个万里人做的 像一个 行持的文艺活的 从这儿都打出当 中间有一个头巾 那是灯雅 造车 它都是东殿 东殿的后边呢 便是地下宫殿的主体 后殿 按照规则 万里皇帝的官 我应该放置在 这个殿里边 站在殿门前 照进他们 被邮的 有些机动 后殿那个时 我也是开始的 只看到了 就是说 三口关的 中间的一口 这边一口 这边一口 当然好爱知道 左边的那口关 那是小端的 右的那口 那是小镜的 这小端的和皇后的 和万里皇后的公母 还好 还是有啊 那个 那个 宵敬的那个 官员 参查 另外这个水炸的 那个水炸品牌的木箱 也都快了 整个的里面装的 这个衣物啊 都上了个光 一变两笔 在做了精心的准备之后 和皇后的专家 矫心秘密地 开启了 大开了 万一的专注 这是中国兴趣的 也是其境为 唯一可爱 国际的 打开了 万一的专注 而观众的情况 再次进行 在这个观点以后 看一眼 它不是平的 出发不等 因为这个 它上面呢 扇了一层金盆 所以金盆也有 那些刀有了 就擦下了 所以 有些器物 也看不见了 脚上的呢 就 都是扇的 再有一部分 像狮子品呢 原地的 电话 什么的 都在它 私底下 所以 这样一层一层 就往外面去 你会给你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